欢迎收看5月11号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沙拉叶又增加一种狂犬病死亡病例 一名来自巴都吉当路 钢榜奔勃 50岁男子杰克里在事业商号上午 看见来历不明的狗在住家前攻击一只猫 而上拳七杆不料被狗咬伤 左手注射了三只狂犬病疫苗 不料且在事发一个多月后并发死亡 成为沙拉叶今年截至5月10号 第九年死于狂犬病的患者 沙拉叶今年截至5月10号 已有12宗狂犬病病例 造成9人死亡 根据家属表示 杰克里斯在本月8号 因为发烧、肌肉疼痛、发抖及出现怕水的症状 由家人宋婉莎中央医院抢救 昨天下午3点30分宣告不治 死者的姐姐佩姨叙述 弟弟被狗咬伤后 完全没有出现感染狂犬病症状 直到4月25号才开始持续发烧 巴拉湾市议会主席承开 今早上门慰问家属 他说 狂犬病在夺一命的事件发生 当局更有责任采取必要行动 捕捉流浪狗 以保护民众的安全 另一方面 古今男士市长纳多黄红圣也表示 狂犬病在沙拉叶肆虐 包括沙中央医院范围内热前发生狗咬人事件 可见情况的严重 有必要采取狙击的行动 阻止狂犬病继续蔓延 国际金价飙涨 开年至今 本地金价已上度调涨 3.9环金每克达到310令吉 916环金每克295令吉 新洲日报记者向经店业者了解 本地金价曾于去年商业就已创下历年新高 3.9环金价行情最高点大约处于每克300或310令吉左右 近年来的金价有上有下 但上涨多以下调 尽管金价处于高位 但市场不景气 业者无奈说 因此买去不如以往 逢年过节 价取需要顾客仍会购买 但只是适量或少量的选购 沙总理拿多巴丁与阿班佐哈利表示 沙拉业的目标是将国内生产总值 从2019年的1361令吉放飞到2030年2821令吉 同时创造额外19万5千个就业机会 他说 沙拉业目前的增长率在3%到4%之间 因此现在的任务是缺保沙拉业的年增长率在未来7年 至少8% 为了实现这项目标 需要将沙经济转变为创新和技术先期 沙拉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从2020年的55,931令吉增加到2021年的65,970令吉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这个数字已超越了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即47,439令吉 阿班佐哈利今天主持 马来西亚科技专家局普罗州大会开幕里致辞实说 他乐观地认为 沙拉业走向正切的轨道 他表示通过各种相关科学技术领域 并在他广理下推出的项目和几措 将带给国家产生重大效益 最终改善人们的生计 为了纪念已故拿都刘慧洲对施屋的贡献 施屋市议会主席丁永豪在新闻发布会指出 沙拉内阁会议已在今年2月批准将英雄路改名为刘慧洲路 不过路名更换事宜还需要等到市议会召开的5月立场会议上 通过后才有具体详情 依据6月份会找手处理更换路牌的工作 接时英雄路一带的主路和支项的路名将全部更换为柳慧洲路 市议会将负责更换每条受影响的路牌 市议会将向受影响约333名业主发出房屋地址修改通知 这些业主可能需要向国民登记集提出更改地址 已故刘慧洲在1990-2010年是市务区国会议员 在2009年出任交通部副部长 他也曾在199年4月至2004年商业任职市务市议会主席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